一家模特经纪公司里,几位同事正在小声议论,说小金昨天死在了家里,而且死状非常凄惨。 同事们嘴里的这个小金是刚入职不久的平面模特,虽然大家对他不是很熟,但莫名其妙地暴毙家中,所以同事们觉得很奇怪,忍不住多讨论了几句。 有的同事说是自杀,有的同事说是他杀或者情杀,反正各种猜测都有,听同事们说得越来越起劲,小西也忍不住回忆起来。 两天前这个小金就曾主动找过小西,她想请教小西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变漂亮。 因为小西是这个模特公司里最漂亮的平面模特,人人都很羡慕她拥有一副天使的脸蛋。 而且小西还对外宣扬,自己从没有动过刀子,是百分百纯天然的。 所以小金就三番五次地过来请教小西,希望小西可以透露一点,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的秘方。 一天被问了好几次了,小西有些烦躁了,如果不告诉她一个秘方的话,她一定会缠着自己不放的。 于是小西宁静一动,想了一个办法,听说你对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很感兴趣是不是? 那你有听过影子整形吗? 虽然我们用过,不过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帮到你。 那就是,拜托自己的影子,帮忙自己整形。 方法也很简单,首先在凌晨三点的时候,点上四根蜡烛,然后盯着自己的影子并念出影子大人的咒语。 这样的话,影子就会站在你身边。 你再说出自己想要整形后的样子就行了。 小金听得非常激动,就这么简单吗? 小西想了想,继续说道,其实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你要仔细地形容出你心中整形后的模样,不然影子会搞错的。 之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故,有个人拜托影子让自己的眼睛变小一点,可最后那个人的眼睛整个都消失了。 小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当天晚上,小金就尝试了小西所说的那个影子整形。 凌晨三点,点上四根蜡烛后,小金就开始召唤影子大人了。 长着影子喊了几声后,小金的影子还真的发生了变化,从地板上慢慢移动到了墙上。 接着,还一点点从墙上抽离出来,来到了小金的身边。 此时的小金非常惊慌,但他还是稳住了,毕竟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慌张,不然就容易出错。 影子大人,我准备好了一张照片,你看,就是这张照片,请帮我整成这个样子吧。 影子大人看了看照片后,并朝着小金点了点头。 此时的小金高兴坏了,完成了吗?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整形了吗? 下一秒,一滩血水突然喷射过来,将旁边的四根蜡烛全都浇灭了。 画面一转,时间线回到了现在。 小西已经下班了,虽然离开了公司,但小西还是想着同事们讨论的那件事情。 小金到底是怎么死的呢?难道和我有关?应该是巧合的吧? 我只不过是将网络上看到的贴文直接讲给她听而已。 她要是当真了,也不关我什么事情吧。 就在这时,小西身后传单了一阵细细细细的声像,听起来不像是角度声。 紧接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影子出现在小西的身后。 没错,就是小金。 阴魂不散的小金又来请教小西了。 原来影子大人真的存在,而且她很容易误解人类的意思。 小金拿出照片,想整成上面美女的模样。 然而影子大人以为小金想把自己整成一张照片。 所以最后,小金就变成了一张血淋淋的平面模特儿了。 小油漫画,下次再见。 最近,市面上非常流行一种名叫迷你植物的手势。 这种手势一上市就得到了各个年龄层女士的喜爱,因为它太特别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就是利用高尖端的生命工程序技术将迷你植物种植在人的身体上,而一般人都会选择种在手指上。 我们的女主红红就是迷你植物首饰的创始人。 这天,合作人阿金将红红红约出来吃饭。 阿金非常感谢红红并夸赞红红是天才科学家,才能打造出这样的产品。 红红被夸得不好意思,没有没有,如果没有你,我也不可能拿到这么多研发资金啊。 所以你也有一半的功劳,说完两人就干了一杯。 其实在这几个月和阿金相处中,红红觉得阿金挺有个人魅力的,所以渐渐的对他产生了好感。 然后阿金今天请红红吃饭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关于新产品开发方面的问题。 为了顺应现在的潮流趋势,阿金觉得应该在设计上多下点功夫,所以他就聘请了一位杰出的珠宝设计师。 而且阿金今天也约了他一起吃饭,应该马上就到了。 听到这里,红红心里开始嘀咕,真是讨厌,好不容易和阿金两个人单独相处的。 每一会儿,珠宝设计师志妍就过来了,而志妍也是一位漂亮的女人,看来红红有竞争对手了。 隔天,志妍就参观了公司里的产品,可是逛了一圈后,志妍有些不满意,毕竟志妍是一位专业的珠宝设计师,他认为有些产品设计太死板, 就比如这个,他的花瓣有点尖,花瓣的数量也有点多,所以这种风格不是很受欢迎。 红红顿时就郁闷了,我觉得还好啊。 这时阿金过来了,他笑着告诉红红,我们的志妍在珠宝首饰圈可是小有名气的,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 当初我邀请这位明星设计师进我们公司,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呢。 很明显,阿金的意思就是设计上的问题都听志妍的,红红就别插手了。 红红也没有多想,反正只要为公司好,他就会积极配合。 这天下班的时候,同事们都走了,唯独红红还在加班。 然后阿金就递过来一杯热咖啡,让红红休息一会儿。 红红表示不累,并说了一声谢谢,对了,你还没有吃晚饭吧,要不一起去吃。 结果阿金却表示今天不行,他还有别的事情,下次再约吧。 说完,阿金就下班了,就在红红喝完咖啡,生个懒腰偷偷气的时候,他发现阿金居然和志妍在一起。 什么意思,难道阿金说有事就是和志妍约会吗? 看到阿金和志妍有说有笑,红红心里难免蒜起一阵酸楚。 几天后,一次新品发布会上,阿金在介绍完产品后,居然还重点感谢了志妍。 说多亏了志妍加入咱们的团队,才能设计出如此优秀的产品。 夸赞完志妍后,阿金就将聚光灯打到了红红的身上,说红红就是公司的核心人物,没有她强大的继续支撑,我们的公司也就不存在了。 看到阿金真的是一碗水端平安,两个女人都称赞了一番。 一个星期后,阿金突然将红红红约到了咖啡馆。 两人坐下来后,阿金就问红红,最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而且感觉你好像有一臂开我。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面对阿金的疑问,红红索性就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你不是在和志妍交往吗? 所以我就刻意和你保持距离呢。 说完,阿金忍不住笑了,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和志妍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看到我们经常一起出去,那是因为应酬,都是工作上面的事情。 毕竟她在珠宝圈人脉比较广,所以才会和她一起参加。 听到阿金和志妍不是男女朋友,红红脸上的阴霾顿时就散去了。 误会搞清楚后,阿金突然觉得气氛有些尴尬了。 毕竟红红都这样问呢,那她一定是很在意自己了。 于是阿金就对红红说了声对不起,这段时间都把精力集中在事业上,所以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 不过你给我一些时间,我会考虑的。 话没说完,阿金的电话响了,是售后部门打来的。 原来新出的迷你植物出现了副作用。 有不少消费者投诉,说种了植物的皮肤都有不同程度的裂开了。 当天晚上,红红就把自己关在了实验室里。 结果实验的一通宵,红红也没有知道原因。 因为红红在各个条件下都试了一遍,也没有出现网上所说的那种副作用。 就在红红感到头疼的时候,致言进来了。 她安慰了红红几句,让红红注意身体,千万别累倒了。 如果你倒了,我们公司就彻底完了。 这一刻,红红觉得致言的人蛮好的,看来之前是误会她了。 最后红红实在查不出原因,只能向阿金汇报了。 然后阿金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不定这种副作用和个体差异有关。 我们可以对外宣布,这种副作用其实就是过敏反应。 如果消费者再次遇到这种情况,及时用复原业相毁植物就行了。 个人损失的话,再申请售后赔偿即可。 红红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嫌这样了。 很快电视台就播报了迷你植物公司的赔偿方法。 虽然公司召唤了不少产品,赔了不少钱,但消费者还是买账的。 而坐在电视机面前的致言却不乐意了。 真是太倒霉了,我刚加入公司就遇到这种事,那个蠢女人真的是该死。 然后致言的好闺蜜问了一句,你不是还打算和阿金好好发展的吗? 结果致言却说道,还好没和她在一起,现在公司都这样了,如果在一起呢,那还不得被她拖下水啊。 看来致言的心机很深啊。 隔天早上,事后部门的同事急忙过来汇报,说警察已经查到上传副作用照片的那个人了,居然是本公司的致言。 红红听到后非常气愤,怪不得试验的两个通宵都没有查到原因了。 原来是致言故意搞的鬼,于是红红冲到致言的办公室就和她打了起来。 眼看,两个人就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同事继续过来汇报,搞错了搞错了,刚刚警察说不是致言,而是致言的前男友,而且副作用的照片是经过PS处理的。 事情有了大反转,红红非常不好意思,急忙向致言道歉。 阿金非常想不通,你男友为什么要陷害我们呢? 然后致言就说出了实情,原来致言的前男友也是一位设计师,批图什么的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而前男友这么做应该就是想报复致言,毕竟当初是致言提出分手的。 事情查清楚后,迷你植物公司在消费者心里的信赖度顿时就提升了。 当月,迷你植物公司还创造了历史最高销售记录,然后红红和致言也和解了。 红红还当面向致言道歉,那天是他太冲动了,将致言的脸给抓破了。 致言表示这都是小事,同事之间难免会有些误会。 说完,三人举杯庆祝,希望公司越来越好。 派对举行到一半的时候,致言偷偷叫阿金喊到了一个角落里, 阿金有些诧异,你突然喊我来这你干什么,红红还在外面呢,被他发现就不好了。 结果致言轻蔑地说,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那又如何,我都搞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躲躲藏藏的。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红红的性格很内向, 如果让他知道我们是这种关系会影响他研究的,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好不好。 但致言还是不乐意,不行,等这次新品研发结束了,我们就公开练琴。 因为我受不了他每天寒情默默地看着你,真的是让人恶心。 他平时都不照镜子嘛,至少要去一样改造改造再来啊。 就在致言疯狂吐槽的时候,红红在门后听到了这一切。 这天下班,阿金和往常一样过来和红红打声招呼再走。 结果红红突然问了一句,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事情吗? 什么事儿,阿金有些紧张,就是我们以后的关系。 然后阿金吞吞吐吐地说,哦,我正准备和你说这件事儿来着。 你也知道,最近我们公司正在扩大业务范围,事情比较多。 所以我想等我们不忙了,再谈这件事儿怎么样。 红红沉默了几秒后,就吐出了两个字,好吧,你去忙吧。 就在阿金离开的一瞬间,红红的眼神里充满了煞气。 看来,红红马上就要黑化了。 这天晚上,致言问阿金,那个红红,你打算什么时候连他走? 我已经找到了替代他的人了,也是相关领域的博士。 阿金已经无法再推辞了,只有答应了致言,说最近这个项目结束了,就赶他走。 画面一转,公司的那部会议上,红红向同事们展示了他的最新产品, 曼腾迷离植物。 这种曼腾植物可以作为项链,也可以作为手链, 并且还可以利用特殊熔液调节植物长度和厚度,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报告结束后,红红还告诉同事们,做完这个月,他就要辞职了。 阿金和致言都很震惊,不明白红红怎么突然想辞职的。 红红表示这些年来,他娘儿不闻窗外事, 一心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所以感觉太枯燥了。 现在他想调整一下,去国外放松放松,顺便积累一下经验。 既然如此,阿金也就不挽留红红了,并预祝红红一路顺风。 离职的前一天,红红来到阿金的办公室,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然后红红还提来了一盘子红薯, 说是利用闲暇时间和同事们一起种的,可好吃了, 让阿金也尝一尝,阿金收下后,红红就离开了。 此时阿金心里有些惆怅,没有想到红红如此干脆, 真的有些对不住他呢。 毕竟阿金一直将红红当作工具人在利用, 随后红红还将智妍约出来喝了一杯, 毕竟同是一场,红红还是有些舍不得的。 所以临走之前,红红想送给智妍一款新产品, 可以种在肚脐上面的植物。 由于这个是样品,所以市面上没有出现, 红红还请请智妍,如果不喜欢的话, 可以用这个复原液清理掉。 智妍表示非常喜欢,毕竟是还没有上市的产品, 一定会很好玩。 一切准备就绪后,红红就来到了一家整容院, 让医生给自己整个容, 整一张没人会认出自己的面容。 当天晚上,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首先是阿金,他在吃了那些红薯后, 就感到肚子好疼, 然后他的肚子不停地膨胀, 最后都将肚子给顶破了。 而智妍这边就更吓人了, 他将新产品住在肚脐上面后, 也感到肚子好疼, 于是就将复原液倒在上面, 打算将这棵植物清理掉。 结果这棵植物不仅没有变小, 反而越长越大, 最后这棵植物长出了长长的蔓腾, 将智妍整个人都缠住了。 智妍挣扎一番后, 便没了知觉。 故事最后, 整完容的红红坐上了飞机, 去了一个没人知道她的国家。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呢,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这天, 四个小伙伴约着到野外游玩, 结果刚上火车, 严静哥就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小学还问了一句, 你的手机不会是掉家里的吧? 严静哥表示没有, 刚刚在地铁上还和你发消息的。 这样说的话, 严静哥的手机应该就是上火车那会儿掉的。 然后白衣女关切地问, 你怎么没装那种手机防盗的APP啊? 虽然不一定可以找回手机, 但最少可以知道是谁捡到了或者偷走了。 只要对方输入密码显示错误的话, 手机就会自动开启前摄像头拍照, 并且将对方的照片和位置发送到机主的邮箱里。 听到这里, 严静哥和小帅都很好奇, 这个APP有这么厉害吗? 白衣女肯定能回答, 是啊, 我的手机就下了这个APP, 你们也下一个吧, 叫做找找我手机。 小帅觉得挺不错的, 就立即下了一个, 画面一转, 四个小伙伴就来到了野外的一处溪谷, 这里有山有水, 景色十分不错。 小帅还向大家介绍, 现在不是雨季, 所以水不是很深, 之前水深的时候还能泛舟呢。 说完, 小帅就拿出一个防水袋, 因为等一会儿他们要下水玩耍, 所以防水袋是必备品。 在附近扎好帐篷后, 几个小伙伴找了一处浅滩, 就玩起了水上排球。 玩到中午的时候, 大家都累了, 于是两个女生就回帐篷里休息了, 而严静哥和小帅还蛮精神的, 没有一丝困意。 于是小帅就提议, 要不咱们来比赛游泳吧? 刚好我们学了两个月的游泳, 是时候来实战一下了。 严静哥有些犹豫, 毕竟他们之前都是在室内游的, 然后小帅就指着对岸的那块大石头继续说, 我们游到那个石头就返回, 你敢不敢比? 在小帅的刺激下, 严静哥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同意了比赛, 倒数三, 二, 一, 小帅和严静哥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溪水里。 虽然严静哥和小帅都只是学了两个月的游泳新人, 但严静哥蛮有天赋的, 他很快就超过了小帅, 小帅有些着急了, 你小子怎么进步这么快? 就在他们快要游到那块石头的时候, 小帅突然感觉到这里的水牛非常湍急, 自己的泳姿瞬间就变形了, 小帅用力的踩水不让自己被水牛冲走, 结果严静哥却不行了, 因为他刚刚游泳用完了所有的力气, 所以已经没有体力再保持自己的姿态了, 眼看严静哥就要溺水了, 小帅急忙朝着严静哥游过来, 并让他抓紧自己的手, 在水牛的冲击下, 严静哥勾不到小帅的手, 只能抓到了小帅的防水袋, 可是这防水袋也不结实, 严静哥用力一扯, 就断掉了, 最后严静哥和防水袋一起被冲走了, 而小帅也因体力不知溺水了, 画面一转, 两个妹子喊来了救援队, 经过一番搜救后, 只找到了小帅, 而严静哥却不见踪影, 此时此刻小帅非常后悔, 要是当时没有邀请严静哥比赛, 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了, 几天后, 小帅打开了自己的邮箱, 咦, 居然收到了找找我手机的通知, 难道说我的手机被人捡到了? 更奇怪的是, 这通知7月1号就开始发送了, 而7月1号正式出事的那一天, 小帅急忙点开了邮件, 想看看自己的手机定位, 结果发现手机还在那条溪水下面, 这一刻, 小帅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如果手机被别人捡到的话, 为什么还显示在溪水里面呢? 小帅点击鼠标, 继续向下翻了一页, 接着一张照片出现在小帅的视线中, 没错, 捡到小帅手机的正是严静哥,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如果说7月1号那天, 小帅就查看自己邮箱的话, 是不是就能找到严静哥呢?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带来韩国惊悚漫画, 奇奇怪怪之活娃娃, 话说几百年前, 有一对老夫妻正在搬家, 忙了一天了, 夫妻有些疲劳, 于是准备坐下来喝水, 结果母亲慌慌张张的跑过来汇报, 孩子他爸, 你看到那个东西没? 嗯, 什么东西, 把你慌成这样? 父亲不紧不慢的询问的, 于是母亲大喊一声, 就是那个活娃娃, 听到是活娃娃, 父亲吓得将水给喷得出来, 完了完了, 活娃娃可不能丢啊, 这些行李你都仔细检查过吗? 会不会被那些搬家的人抱走了? 母亲表示, 在家里找了好几遍了, 就是没找到, 而且刚刚那些人都是空着手, 应该不是他们拿走的, 就在老夫妻商量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们的儿子福顺, 则偷偷抱着一个盒子来到了后院, 原来活娃娃是他拿走了, 因为福顺觉得这个活娃娃 是个宝贝, 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 撬开木头盒子后, 福顺傻眼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泥娃娃, 不过这个娃娃有点眼熟, 貌似之前家里祭祀的时候, 好像看过, 算了, 还是还回去吧, 这个破娃娃值不了几个钱, 就在这时, 母亲发现了鬼鬼祟祟的福顺, 母亲问, 你抱的是什么? 福顺吞吞吐吐的说, 这个盒子是我们家的吧, 我刚刚在门口找到的, 哦, 是吗, 那快给我吧, 母亲接过盒子后, 就准备放在柜子上, 结果柜子有点高, 母亲一个没放稳, 直接将盒子摔倒在地上, 母亲见状, 急忙将泥娃娃捡了起来, 结果发现, 泥娃娃的头裂开了, 完了, 这要是被孩子他爸发现了, 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然而下一秒, 泥娃娃上面的一层陶土就裂开了, 并且从里面钻出来一个小一点的白色娃娃, 恐怖的是, 这个娃娃居然还能动, 他在屋里转了一圈后, 脸身非常深邃, 就像两个黑洞一样, 看到娃娃冲着自己坏笑, 母亲惊恐地捂住了嘴巴, 接着这个娃娃就不动了, 并恢复了之前泥娃娃的状态, 只不过比之前小了一圈, 母亲反应过来后, 吓得撒腿就跑, 结果刚放在房门口, 母亲也定住不动了, 此时父亲过来了, 看见母亲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就上去拍了母亲一下, 谁知道母亲瞬间倒下, 便碎了一地, 父亲一脸蒙圈, 怎么会这样? 当看到旁边的泥娃娃想了一圈后, 父亲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这时福顺过来了, 父亲便大声呼喊着, 别往里面看, 快出去, 似乎父亲不想让福顺看到这场悲剧, 只能命令让他离开了, 画面一转, 几年过去了, 父亲生了一场大病, 眼看就要不行了, 于是父亲就将活娃的秘密告诉给了福顺, 福顺, 我之前也告诉过你, 一定要好好伺候好活娃娃, 不能将她搞碎, 而且每年都要祭拜她, 如果娃娃要是摔碎了, 那么她会不停地杀人, 直到自己解气为止, 福顺非常想不通, 这个活娃娃是怎么来的, 还有, 为什么不把活娃娃丢掉或者送人呢? 父亲继续说, 当初有个祖先得罪了一位贵族, 而这位贵族家里有个巫师, 会试一些巫术, 于是巫师就做了一个被诅咒的泥娃娃, 并送给了祖先, 后来祖先得知这个泥娃娃碎了会死人后, 就冒着生命危险将活娃娃丢了出去, 可是没几天, 村里就有人因活娃娃而死了, 最后没办法, 祖先只能又将活娃娃拿得回来, 并一直供着她, 说完这些后, 父亲就断气了, 很快几年过去了, 福顺也成家了, 结婚的那天, 福顺就把活娃娃的秘密告诉给了妻子, 让妻子要格外小心, 这个活娃娃千万不要摔碎了, 画面一转, 几百年过去了, 福顺的后代小福顺正在和同学眼镜哥在家里玩耍, 然后小福顺找东西的时候, 意外在衣柜里找到了一个保险柜, 眼镜哥就很好奇, 这个保险柜里装的是什么宝贝, 小福顺不清楚, 不过他也很好奇是什么东西, 是的, 父母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后, 这个保险柜依旧没有打开, 于是小福顺就从书柜里翻出了一个小本子, 因为父亲每试的时候就喜欢看这个小本子, 翻了几页后, 小福顺还真的找到了一串奇怪的数字, 难道这个就是密码? 小福顺试了一次后, 保险柜砰的一声就打开了, 咦, 里面居然放着一个小盒子, 打开盒子后, 小福顺和眼镜哥都傻了, 一个巴掌大小的泥娃娃, 如此普通的一个泥娃娃还锁在保险柜里, 真的是奇怪, 眼镜哥接过泥娃娃后就仔细端详起来, 想看看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 然而下一秒, 小福顺养的小白冲上来, 要咬泥娃娃, 眼镜哥一个紧张, 不小心将泥娃娃给捏碎了, 就在这时, 小福顺的父亲下班回来了, 看到小白嘴里叼着泥娃娃的碎片, 父亲吓坏了, 急忙冲到房间, 结果就发现, 小福顺摊坐在地上吓傻了, 而他的同学眼镜哥碎了一地, 父亲惊口地喊道, 你该不会是把保险柜的娃娃摔碎了吧, 与此同时, 父亲感觉到自己踩碎了什么东西, 低头一瞧, 只见刚刚复原的泥娃娃, 又被自己踩碎了, 眼看一只新的活娃娃, 就要从碎片里爬出来了, 父亲急忙让小福顺快离开这里, 然而下一秒, 父亲就碎掉了, 画面一转, 又过去了几十年, 小福顺已经成了一位中年大叔了, 饭桌上, 小福顺借着酒劲向好友叙述了活娃娃的秘密, 小福顺还调侃道, 其实我们家族能延续到我这一代, 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由于活娃娃恐怖的诅咒, 小福顺至今未婚, 因为他害怕妻子和孩子不小心打碎活娃娃而变成碎片, 小福顺还告诉给好友, 现在活娃娃的大小就和这一个酒杯差不多大, 可想而知, 这个活娃娃已经害死了多少人了, 面对小福顺的这番话, 好友表示半信半疑, 毕竟小福顺红着一张脸明显是喝多了, 就在这时, 电视台插播了一条直播新闻, 说是在某个小区的附近, 挖出了一批几百年前的文物, 而这些文物居然是一个个的泥娃娃, 看到新闻后, 小福顺再也坐不住了, 急忙跑到了挖掘现场, 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活娃娃身上的泥土, 小福顺就大声喊着, 你们快停下来, 他们很危险的, 由于小福顺身上散发着一股酒气, 所以工作人员就把他当成了闹事的酒鬼, 并将他赶了出去, 这边文物局的局长过来了, 看到组长正在卖力挖掘, 局长就拍了拍组长的胸口, 李小子今天直播的时候蛮帅啊, 好好努力, 待会儿过来接受采访, 说完局长就笑呵呵的离开了, 见局长走了, 组长急忙来到一个角落, 并从怀里拿出了一个泥娃娃, 可恶, 已经碎掉了, 然而下一秒, 组长就定住不动了, 接着画面来到小福顺这边, 几个工作人员还在驱赶小福顺, 前期之下, 小福顺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的木头盒子, 其实我一直都想试一试的, 平时清闲的时候我都没赶的, 今天我就当着你们的面尝试一把, 看能不能解除掉这个诅咒, 当小福顺从木头盒子里掏出一个拇指大侠的火哇哇后,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这大叔是怎么回事, 怎么还偷拿了一个,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过来抢的时候, 小福顺大喊一声, 这是我家世代相传的活娃娃, 不是你们的, 说完, 小福顺就将活娃娃放在嘴里狠狠地咬碎了, 只见活娃娃在小福顺嘴里爆僵之后, 那几个工作人员就一动不动了, 没一会儿小福顺变成了一个泥人, 接着就裂开了, 一个新的活娃娃从碎片里钻了出来, 小福顺本想用咬碎活娃娃的方法来破解诅咒的, 结果没想到是最后自己变成了活娃娃的载体, 与此同时直播间里的观众都在议论, 咦, 那几个驱管酒鬼的工作人员怎么一动不动呢, 是不是画面卡了, 不是呀, 那个酒鬼还在走动啊, 只不过他的身体怎么变成了白色的,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最后的结局, 小伙伴应该都猜到了吧, 这个活娃娃的诅咒可能会一直传下去哦,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天公司组长阿英把红红狠狠批评了一顿, 说红红笨得像一头猪, 一点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本来公司人手就不够, 你还给我添乱, 你到底能不能干, 对了, 之前的同事阿青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才辞职走的, 红红表示是的, 因为一些个人私事, 和在公司里的阿青吵了一架, 然后阿青就辞职了, 阿英就更加郁闷了, 你们的私事为什么要在公司里解决, 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 你也一起走人吧, 说完, 阿英就让红红先出去了, 毕竟这些烂摊子最终还归阿英亲自来收拾, 过了一会儿, 红红送来了一杯咖啡, 刚好阿英有些困难, 喝点咖啡可以提提神, 不过阿英还是没有给红红好脸色看, 你出去好好工作吧, 别想着一杯咖啡就能讨好我, 喝着红红的咖啡, 阿英突然有点担心, 这丫头不会在里面吐口水吧, 不过话说回来, 这咖啡的味道挺独特的, 比之前的咖啡都要好喝, 晚上加完班后, 阿英就在楼下的小巷子里逛了逛, 因为刚刚那杯咖啡, 阿英在网上没有查到, 所以阿英打算在附近碰碰运气, 说不定可以找得到, 看过两条胡同后, 那家咖啡店还真的被阿英找到了, 而且这么晚了还没有打烊, 进入咖啡店后, 阿英有些震惊, 因为里面居然坐满了人, 阿英忍不住感叹, 现在不睡觉的夜猫子真是多呀, 咖啡店的老板长得瘦瘦高高的, 而且他全程闭着眼睛, 说话也是闭着, 阿英以为他是盲人, 所以就不方便询问了, 老板问阿英喝点什么, 阿英想了想说, 来一杯美事吧, 然后老板继续问阿英, 要不要办一张积分卡, 挤满之后有特饮, 阿英说不用了, 他不喜欢办这些积分卡, 就在这时, 店里的顾客们齐刷刷地转过头盯着阿英, 而且眼神不是很友善, 看起来怪圣人的, 不过阿英正在点餐, 所以他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顾客们, 没会儿阿英的咖啡就送了上来, 阿英抿了一小口, 发现这杯咖啡的味道和红红买的有点不一样, 这杯美事似乎有点新, 然后老板过来了, 他告诉阿英, 我们的咖啡和别的地方的咖啡是不太一样, 因为这里面加了动物的血, 所以有点新, 不过你放心, 都是一些渡血和蛇血, 少喝一点对人体是有益的, 你看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客人, 其实他们都是回头客呢, 虽然味道有点新, 但阿英觉得可以接受, 而且越喝越好喝, 喝完后阿英想让老板再给自己打包一杯带回去, 结果老板继续询问阿英, 要不要办理一张积分卡, 这一次阿英没有犹豫直接办理了, 感谢你办理我们店的积分卡, 每喝一次咖啡将获得一枚印章, 挤满十枚印章, 我们会赠送你一杯菜单上没有的特质饮料哦, 离开咖啡店后, 阿英还是没有想明白, 那个老板不是盲人吗, 为什么会一下子站在我的面前和我说话呢, 隔天, 虹虹将爆表拿给了阿英, 阿英看完后忍不住叹气, 现在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啊, 因为虹虹又有一个地方出错了, 你仔细整理好再拿给我吧, 虹虹呜了一声就出去了, 几天后, 阿英终于凑满了十枚印章, 于是阿英迫不及待的过来兑换了, 咖啡店的老板微笑着说, 好的, 我马上为您准备特质饮料, 请稍等, 没一会儿, 一杯红色的饮料就送了上来, 请慢用, 这是这一期的特质饮料, 清冰沙, 阿英尝了一口后, 觉得口感有点奇怪, 也不像葡萄汁和西瓜汁啊, 为什么这颜色, 然而当阿英吸第二口的时候, 他才体会到这杯饮料是真的好喝, 眼看竟然喝完的时候, 阿英惊恐的发现, 杯底居然有一颗眼球, 阿英吓坏了, 准备起身逃跑, 结果发现身体一点力气都没有, 于是阿英爬到了一个女客人面前, 并向他求救, 帮帮我, 那杯饮料有问题, 喝了之后我赶到, 没等阿英把话说完, 他发现眼前这个女客人很眼熟, 定睛一看, 这不是之前辞职的阿清吗, 他怎么在这里, 不过阿英来不及思考这些了, 他颤抖着手让阿清救救自己, 然而下一秒, 阿英的手竟然穿透了阿清的身体, 原来阿清根本就不存在, 或者说他不是人类, 这时老板走了过来, 看到阿英痛苦的哀嚎着, 老板就睁开了他的眼睛, 原来他不是盲人, 画面一转, 咖啡店里来了一位客人, 正是公司里的红红, 红红微笑着说, 请给我一杯焦糖马奇朵, 老板回答好的, 对了, 要不要给您办一张积分卡呢, 看你经常过来喝咖啡, 这一期的特制饮料是义饮拿铁哦, 红红表示不用了, 虽然很好奇, 但从这咖啡的名字来看, 味道应该不怎么样,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关于这个结局, 小游解释一下, 老板应该就是一个类似死神的狠角色, 首先红红和同事阿清结怨了, 于是红红就请阿清喝咖啡, 害死了阿清, 而阿清就变成了这一期的特饮清冰沙, 然后就是阿英, 阿英死后就做成了一杯一银拿铁, 最后老板问红红要不要办你积分卡, 红红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家死神咖啡店, 办了积分卡的人只有死路一条, 小伙伴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韩国恐怖短片, 朋友的钱, 这天晚上, 东九坐在昏暗的楼道里瑟瑟发抖, 因为下午的时候, 他被一位恶霸勒索了, 恶霸说明天如果东九拿不住钱来, 就将东九尿裤子的照片发到学校群里去, 结果第二天, 东九就被恶霸狠狠暴揍了一顿, 恶霸非常气愤, 不是说过今天是最后期限吗, 你小子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再给你一天时间, 明天还拿不出来的话, 我接你一次就打一次, 隔天, 东九还是没有带钱来, 恶霸气炸了, 对着东九, 全打脚踢, 打完后, 恶霸看见东九的口袋里鼓鼓的, 于是顺手搜了一下, 结果搜出了一叠钞票, 你小子明明带了钱却不给我, 真的是欠揍啊, 东九见状急忙呼喊着, 那些钱不能给你, 那是我妈妈的, 你快还给我吧, 恶霸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给了东九一脚, 然后嚣张的离开了, 下午放屑的时候, 恶霸就向他的好哥们阿虎显摆, 说他今天有钱了, 可以出去大吃一顿呢, 将勒索东九的钱挥霍一空后, 恶霸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自己的头上居然冒出了几根白头发, 恰巧班主任进来了, 看见恶霸正在抽烟, 班主任非常生气, 狠狠将恶霸批评了一顿, 并且让恶霸将口袋里的烟全部拿出来, 恶霸松了一会儿后, 居然套出了一叠钱, 班主任又震惊了, 一个中学生怎么会带这么多钱, 肯定又是能锁哪个同学的, 班主任不能忍, 就将恶霸喊到咨学室, 准备进行一番思想教育, 此时的恶霸非常懵, 东九那小子的钱早就用完了, 怎么还在呢, 过了一会儿, 班主任来到了咨学室, 开门的一瞬间, 班主任有脸弄住了, 咦, 你是恶霸的家长吧, 没想到来得挺快的, 对了, 那个臭小子呢, 跑哪儿去了, 说完班主任就出去找恶霸了, 恶霸一脸懵圈, 怎么回事, 班主任怎么不认识自己了, 紧接着, 恶霸就发现自己居然老了许多, 从一个青少年变成了一个老头子, 恶霸吓坏了, 急忙从口袋摸索手机, 准备打电话通知妈妈自己生病了, 结果一摸索, 又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叠钱, 那些钱的数量很好分辨, 正是昨天从东九身上抢走的30万, 怎么又出现呢, 下午放学好哥们阿虎在脑地方等着恶霸, 这时恶霸过来了, 他抓着阿虎的手说自己是恶霸, 而阿虎只觉得可笑, 你这个糟老头子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见阿虎不认识自己, 阿虎就喊出了阿虎的外号, 你这个疯狗是我啊, 但阿虎没有听出来, 反而认为阿虎在骂自己, 于是狠狠揍了阿虎一拳, 阿虎摔在地上后, 他口袋里再次掉出了一叠钞票, 然后阿虎毫不犹豫地将这叠钞票抢走了, 当阿虎拿着这些钱去挥霸的时候, 恶霸的身体又虚弱了好多, 感觉马上就要醒将就木了, 看着镜子中一点点衰老的自己, 恶霸惊恐无比,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时东九过来了, 他笑着对恶霸说, 老爷爷你还好吧, 此时此刻恶霸终于搞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东九搞的鬼, 恶霸想要上前好好教训东九, 但他却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咳嗽了两声后, 恶霸就累得跪在了地上, 接着东九从恶霸口袋里, 重新将那三十万韩币拿了回来, 并笑着告诉恶霸, 我不是告诉过你, 那些钱不能给你, 是我妈妈给我最后的打车费吗, 说完东九就转身离开了, 而恶霸彻底闭上了眼睛, 原来就在恶霸欺负东九的那天晚上, 东九就因车祸去世了, 所以第二天恶霸遇见的东九, 其实是东九的鬼魂,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大家好, 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带来韩国恐怖短片ASMR, 一种小爱最近失眠了, 一个月三十天, 小爱要失眠二十七天, 再这样熬下去, 小爱就要崩溃了, 于是小爱就在网上寻求治疗失眠的方法, 没一会儿, 一种名叫ASMR的帖子进入了小爱的视线中, 楼主说他曾经就是一个严重失眠的人, 经常一两个月都没有合过眼, 后来听了ASMR, 他的失眠症就好了, 贴子最后, 楼主还附上了一段ASMR的助眠音频, 抱着事业室的想法, 小爱下载了这段音频, 戴上耳机后, 小爱就听到了一阵噪音, 感觉是有人在用手抓什么东西而发出来的, 小爱有些疑惑, 这种声音会让人抑郁吧, 真的可以治疗失眠吗? 不知不觉中, 小爱还真的睡着了, 而且他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 他来到了一片树林中, 这里非常安静, 只有他踩在泥土和枯叶上沙沙的声响, 朝前走了一会儿后, 小爱就看到了一扇用铁链绑起来的铁门, 看到有人来了, 喇叭塑开始不停地抖动, 似乎想要挣脱这束缚, 画面一转, 小爱就醒了, 此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小爱非常激动, 那个ASMR居然真的有用, 虽然做了一个梦, 但一觉睡到了天亮, 这时小爱发现, 那个ASMR的音频被暂停了, 咦, 奇怪了, 是谁暂停的? 难道是昨晚睡着了不小心碰到的吗? 虽然昨晚睡得很舒服, 但小爱来到公司后依旧不想工作, 就在小爱坐在工位上发呆的时候, 组长见小爱无所事事, 就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 并且还提醒小爱, 身为公司的新人, 一定要对工作积极一点, 然后从这天开始, 小爱每天晚上都会听到个ASMR的音频, 而且小爱睡着后都会做同一个梦, 梦见那个上锁的铁门, 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 小爱没有再失眠过了, 不过小爱每天醒来后, 她会感到肩膀有点酸疼, 小爱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也许是睡着后不咬心压麻的, 直到这天晚上, 小爱进入梦境后, 她惊讶地发现那扇铁门的锁头不见了, 于是小爱就推开门进来了, 一到白光闪过, 小爱居然看到了熟睡的自己, 小爱有些懵,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自己灵魂出窍了, 还是传说中的鬼压床现象, 每一会儿, ASMR的声音再次出现在耳畔, 没错, 就是那种用手指在挠东西的噪音, 接着一只女鬼浮现在小爱的身边, 并疯狂地抓着天花板, 原来小爱一直听到的著名音乐, 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女鬼转过头对小爱说, 终于熬到第49天了, 说着女鬼摆出了一个睡子, 并朝着小爱的肉身一点点靠近, 看来这个女鬼想占有小爱的肉身呢, 小爱见状急忙冲过来, 抓住了女鬼的脚踝, 并朝着她咆哮, 你这个疯子快给我滚开, 那是我的身体, 画面一转又是崭新的一天, 组长夸赞小爱工作能力不错, 安排的任务全都完成了, 然后组长忍不住询问了一句, 你最近这么大的改变, 是有什么诀窍吗? 小爱笑着说没有什么秘诀, 就是最近失眠好了, 所以工作项率提高了, 刚好最近组长也有些失眠呢, 于是就向小爱请教了治疗失眠的方法, 晚上组长睡在床上播放了那段音频,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最后的结局小伙伴应该都看明白了, 那就是小爱被那个女鬼夺赦了, 然后女鬼来到人间后, 就开始传播那段ASMR音频, 让更多的女鬼来到人间,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这点晚上, 小嫖和好友们喝完酒后, 就准备乘坐最后一趟地铁回家了, 来到了地铁站后, 小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站, 可能是初秋的缘故吧, 夜晚还是有点凉的, 没一会儿地铁就进站了, 小嫖随便找到个位置, 就坐了下来, 因为是末班车, 车厢里几乎没有人, 就在小嫖低头玩手机的时候, 她发现座位下面居然有一个钱包, 咦,是一个女士钱包, 谁掉的呢? 小嫖很好奇, 就打开了钱包, 然后在钱包里, 找到了一张妹子的身份证, 新周喜, 看起来还不错嘛, 小嫖又翻了翻里面的现金, 也就2000韩元, 看来现在的年轻人出门, 真的是没人带现金呢, 接着, 小嫖又翻到了一张明信片, 上面有新周喜的联系方式, 算了, 那就做一回好人吧, 将钱包还给他, 于是小嫖就添加了新周喜的社交账号, 并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你好, 我在地铁上捡到了你的钱包, 放完这条消息后, 小嫖就有点后悔了, 如果要将钱包还给妹子, 就必须要和她见面, 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而且小嫖现在很困了, 只想赶回去睡觉, 很快, 对方回复了消息, 谢谢你, 我现在在外面, 您是在哪里捡到的呢? 咦, 居然是秒回, 看来对方很着急找钱包呢, 于是小嫖就回复, 我是在三堂站上车捡到的, 现在到了石草站, 那您在哪一站下车呢? 我可以去找您, 小嫖说, 我在江畔站下车, 好的, 我正往那边走, 真的谢谢你, 钱包对我很重要, 对了, 你没有动钱包里的其他东西吧, 见妹子这样问自己, 小嫖有点不高兴的, 如果钱包真的很重要, 一开始就要好好保管啊, 居然还把我当成小偷了, 接着, 妹子就向小嫖道歉呢, 他说不该怀疑小嫖的, 向小嫖表示歉意, 待会儿到了江畔站, 他会在五号车厢门口等着小嫖, 逛了一会儿, 列车提示江畔站即将到达, 请下车的乘客从左边下车, 然后小嫖忍不住向外面瞥了一眼, 只看见站台上有一位男性乘客, 他戴着黑色口罩, 看不清他的长相, 此时小嫖心里有些忐忑, 不会是那个人吧? 应该不会的, 毕竟钱包的主人是个妹子, 而刚刚那个人是男的, 车厢门打开后, 小嫖从四号车厢走了出去, 然后另一边的男人走进了五号车厢, 并探头探脑的在车厢里面观察, 似乎在搜寻某个人, 见没有找到目标后, 这个男人就出去了, 与此同时, 小嫖急忙退回到了车厢里, 因为那个男人的怪异举动都被小嫖看在眼里, 小嫖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家伙是什么人啊? 明明不是钱包的主人, 为什么要过来拿钱包呢? 幸亏刚刚是从四号车厢出去的, 不然撞倒就要出事情呢, 没一会儿, 列车就启动了, 随着列车缓缓加速, 小嫖刚好和门外的男人擦身而过, 这一次小嫖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男人很阴森, 尤其是他的瞳孔都缩成了一个圆点, 看起来十分瘆人, 小嫖急忙拿出钱包, 并滋滋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结果在一张一千元的纸币上, 小嫖发现了一抹血迹, 看到这鲜红的血迹, 小嫖瞬间就搞明白了, 看看那个男人在找什么东西了, 于是小嫖选择在终点站下车, 将钱包交给了警察, 并且还删除了新周喜的电话号码和社交账号, 一个星期后, 小嫖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警局打来的, 来到警局后, 警察就告诉小嫖, 那天晚上, 小嫖看见的那个男人可能就是杀人犯, 而小嫖捡到的那个钱包, 就是被害者新周喜的物品, 说完, 警察就递给小嫖一张名片, 让小嫖不要担心, 目前警方正在追踪嫌疑人, 如果小嫖还想起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可以给这个号码打电话, 小嫖表示明白, 离开警局后, 小嫖感到一阵后怕, 毕竟那天晚上, 自己和杀人凶手擦身而过啊, 不过话说回来, 小嫖当时还是挺机智的, 幸亏当时没有走五号车厢, 不然就有危险呢, 小嫖越想越兴奋, 于是他就掏出手机, 准备和小伙伴分享这件事, 就在这时, 小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个杀人犯为什么一定要假扮成死掉的新周喜发信息呢? 是不是那个杀人犯要来找的并不是钱包, 而是, 紧接着, 小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 依旧是新周喜的手机号发来的, 您在哪一站下车, 我过去找您, 与此同时, 地铁的车厢门打开了, 那个恐怖的男人走了进来, 并弯腰朝着小嫖探下头,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关于这个结局, 小伙伴都看明白了吗? 首先, 这个凶手就是无差别杀人, 而小嫖以为凶手是因为怕证据暴露, 所以要找他, 其实凶手本来的目的就是假扮受害者本人在钓鱼, 小伙伴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出来哦?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